七十七 明報 請為居民福祉放下政治操作 2015年7月22日 觀點A24 吳志森特首兩鎮英聯 及林鄭司長及一眾官員 高調宣布成立由法官牽頭的獨立委員會 調查食水含源的真正少欣、計水務處的專家小組 防委會的十人小組後 這已是一星期內成立的第三個調查組織 與原水發現之初 政府官員那種閒山膚險 甚至企圖掩飾的態度 為何會有180度大轉變 實在內人尋味 原水醜聞愈演愈烈 已經變成梁振英政府的管治危機 官員起初萬三拍 錯過了止血的最佳時機 公開水喉像的名字 但以記性差 驚講錯為理由 企圖掩飾中節頭總承建商的身份 啟程 H 如裝喉管的預製組件 究竟比例為何 信息混亂 口徑不一 欲蓋未章 衛生署醫生拉雲一世的說法 更吸人量薄的感覺 政治從來就是觀感 觀感就是真實 從政的普通常識 為何政府官員 甚至是政治問責官員 會裏犯這種低級錯誤 調查委員會是港英管治的拿手好戲 凡有重大爭議重大危機就會出場 有明確法例賦予法庭一樣的龐大權力 由法官牽頭 有不可質疑的權威和公信力 視識除公眾而類的最佳辦法 在人心惶惶 群情洶湧的當下 梁振英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既可徹底查明含原毒水的真相 又可用來買時間 更可舒緩當下的政治危機 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在水務處和防委會兩個調查組成立不久 第一次會議公開 特區政府猶急不及待宣布成立獨立委員會 梁振英成府太深 政治操作的恨 太怒 吸引一種相當突压的感覺 倉絕設調查委會在趕望什麼 港英時期 即使是董建華和曾蔭權年代 獨立調查委員會是應付危機的最後殺夫 也經過深思淑慮財會對外公佈 梁振英這個含原毒水的調查委員會 職權範圍空洞 委員人選欠逢 最離譜的是連最當主席的法官名字都沒有 可見決定之倉儲程度 梁振英究竟在趕望什麼呢? 含原毒水引起全民恐慌 建制派為了追落後 抱嬰兒控訴 圍堵官員官車 表現得比泛民還要激進 立法會泛民議員醞釀提出以特權法查毒水 以今天的民情 建制派只能附和 無法反對 立法會特權法無邊無際 為了爭取敏儀 在調查過程中 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 只能是沒有最激 只有更激 例如傳召中自投國企龍頭到立法會作供 隨時洩漏國家機密 令喊惹尷尬 由梁振英委任的調查委員會 雖稱獨立 更以法官為首 但職權已定 調查在可控範圍之內 不會太過火 更重要的 是可把立法會特權法調查的建議 大條道理的押下去 建制議員珍珍有詞 既然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立法會還查什麼 難道泛民連法官的公信力獨立性也信不過嗎? 梁振英倉拙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與其說是為建制派助權 不如說大大減輕特區政府將面臨的壓力和尷尬 含源毒水事件建制派政治操作 當然不止梁振英突然宣布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等而下之的更事數不升數 民主黨王逼雲結發含源毒水 傳承轟動 人氣急升 建制派追落後扮激進 要向選民交代 各有各造 無可厚非 但建制議員卻寫正路而忽悠 在左部官媒配合下 三番四次攻擊泛民議員 咬光4A 抹黑泛民組織食水含源 延遲公布 企圖配區議會選舉 最不堪的 連高新口錄的新聞統籌專員 白光發言人也在面書開火抹黑 這種莫須有罪名固然令人提笑皆非 用相同邏輯 建制議員也在早前收到舉報 為何漢下筆去追查 是否因為利益衝突 企圖掩飾真相 為居民健康福祉的正事放下筆做 用下三藍手段攻擊對手的政治操作 隨時會被民意反誓 是搬起石頭集自己的腳的愚蠢行為 samgx123 at gmail dot com 1 1 3 2 2 3 1 4